越是到年底越是很多人关心房地产 因为呢每一年到年底很多人想在这个房产市场上简陋 但是今年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大家呢不愿意出手买房子 因为整个2022年楼市的交流量并不火爆 从前段时间北京开会就提到了房地产 其实呢房地产影响了80%的其他行业 也关乎了太多太多的民生 那么这一次呢中央释放了房地产的三个信号 那我们今天呢就具体来讲一讲 听完这些方面的分析呢 我们大概就知道我们在接下来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静观其变 还是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出手去买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第一点还是我们说到的房住不炒 这是脑身常谈 但是呢就是因为房住不炒 我们现在的房价才降下来 过去20年房价是不是一直都在涨 对吧 因为过去20年我们从农村进入城市 我们的需求量比较大 再加上呢还有炒房客炒房企业的存在 还有呢这个城市化率的大量推进 这个钱呢是大量的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在这20年当中呢形成了一套体系 就是以房地产为核心来影响其他行业保民生 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的工资收入并不高 但是房价每一年都在攀升 但是从2016年的年底提出了房住不炒 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同样呢在2016年的年底 国家呢放开了二胎政策 其实那个时候人口脑龄化现象和少子化现象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为了能够人口增加为了能够需求的长期存在放开了二胎 但是呢随着这个房价的不断升高 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吃还想吃好的教育也想要最好的 但主要是房贷占了大头 我们的工资收入有限 每一个月呢还完房贷再加上自己的生活 还有孩子的教育以后基本上就成了月光族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一种现象 就是有房的人变得越来越有钱 而普通人在努力上班攒钱 却每一年都买不起房子 我们的工资收入或者说我们攒的钱 完全跟不上房子涨价的速度 那么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贫富差距会越拿越大 这和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相违背的 那么我们之前也讲过 我们最后要达到什么 我们要达到共同富裕 住有所居 可是如果房价成为两个极端 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贵 北京上海十万二十万一平 小城市的房子无人问津 那么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以及贫富差距的越拉越大 所以有房住不炒 那么房住不炒的一个核心理念呢 就是稳住房价 要保证房地产市场长远健康的发展 同时它能够去掉房产的泡沫 什么是房产的泡沫 房产和金融是挂钩的 我们买房子都要用到贷款 对吧 你可以呢 看一看法拍房的数据 在2016年之前也有法拍房 但是出现的次数 或者说每一年 它都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 但是从2016年以后 法拍房也是逐年逐年的增加 而且是翻倍的增加 那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很多人还不起贷款了 还有很多人因为炒房而被套牢 最后放弃了 不要房子了 那么这就是房产泡沫 如果没有房住不炒 一直一直这样涨下去 那么房产崩盘 这是早晚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1930年代的 美国大萧条时代的房地产崩盘 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 在日本的房产泡沫大崩盘 那么我们就采取了 符合我们国情的房住不炒 来让房子的价格稳定下来 那么这几年你也看到了 房价确实是稳了 不会再像以前疯涨了 那么这个时候炒房客被套牢 该离场的离场了 剩下的就是楼市 真实的购买力 所以我们说现在交易不温不火 那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房价 毕竟还没有达到长期的稳定 还有一部分人还在观望 但总之来讲 房子不会像2017年和2018年那样 疯狂的涨价了 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如果买房的话 就是一件好事 第二个方面的信号 就是放开了楼市所有的限制 而且如果你符合条件 购房还是有补贴的 我想请问一下 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朋友们 前几年如果你手中有一套房子 你想去买第二套房子 是不是困难重重 首先第一点 就是它首付特别高 尤其是你买第二套房 会要求你的首付在50% 甚至是60% 而且年化率也会有上涨 10%到30% 对吧 本身年化率就已经6%了 当你去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 可能年化率就是8% 甚至是9%等等 压力很大很大 有的时候钱还不凑少 有的时候你想去三四线城市去买房子 但是买了以后 你又无法进行入住 直接得套牢 或者说有很多人来到城市打拼 短短的一两年时间 实际上首付已经够了 可是想买房子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没有社保 或者说没有缴纳个税 因为有很多城市要求你买房子 必须连续缴纳24个月的社保 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那也就要求你必须要有两年的记录 可是很多人没有 有的人为了这个指标 不得不留在城市当中 其中的艰辛或者说酸储 只有购房子清储 那么现在没有这一说了 我们从今年看到 楼市的整体购房力度是比较大的 放开了限购 限售限贷 对吧 对于二套房是非常友好的 如果你一套房贷款还清了 我们可以在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 按照第一套房去首付30% 而且利率不上幅 还有的是放开了公积金的限制 以前我们知道公积金买房子 这个利息很低 五年期以上年化率3.25% 可是很多城市它规定的 这个公积金是有额度限制的 比如说你贷款只能贷40万 或者50万 那么在房子总价不变的情况下 意味着你的首付就很高很高 一般的家庭也是吃不消的 所以现在公积金也放开了 对吧 如果两口子都有公积金 可能最高是80万 100万 然后五年期以上的年化率 从3.25%降到了3.1% 前两年我们说商业贷款的利率很高 是吧 6% 7% 现在呢 经过今年的四年降 降到了3.9%左右的水平 但是大部分地方呢 都是4.1%的水平 那么还没有到历史同期最低的水平 那么从明年开始 这个利率还会不会进一步的降低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因为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负债太高了 稍微不注意呢 就会引发这个金融风险 再加上呢 有三年的疫情当道 很多人挣钱是非常难的 根本就攒不下来钱 那如果呢 利息在搞这么高的情况下 不能够达到一个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我相信老百姓是不可能把钱拿出来 然后再进行贷款的 因为这样只会让自己的家庭成为高风险家庭 但是通过今年我们楼市的一系列举措 至少证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呢 楼市的风向是对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未来老百姓买房子的成本会越来越低 只不过呢 没有了炒房客以后 你就要看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需要 你就去买 没有需要 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 觉得以前房价会涨 以后房价还会涨 还想通过房子来赚钱 那么说过来总结呢 就是各种利好楼市的政策 正在逐渐显现 未来买房子 只会比以前更简单 更容易 更轻松 不会越来越难 还有第三点 就是房地产税 可能会在明年进行试点 然后再经过两年 全面的铺开 我们都知道呢 很多地方政府 依赖土地财政 对吧 如果呢 地方政府没有了钱 那么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 也没有了 城市建设不好 吸引不了年轻人 吸引不了人才 那么很多投资商 也不会来这个城市投资 这个城市发展就比较缓慢 好了 我们之前呢 就是一直卖地 一直卖地 包括你看到前几年 这个大的开发商 比较有名的开发商 排名前十的开发商 都在呢 三四线城市疯狂的拿地 因为当时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呢 是一个价格挖地 大部分地方呢 还没有被开发 因为三四线城市的这个人口 相对呢 比较固定 也就是说呢 你进来的人口 和流失的人口 是差不多的 大家呢 相对活得比较安逸 可是呢 大开发商来了以后 直接拱高了 这你的房价 老百姓呢 钱就直接交给了房地产 被套牢了 可是我们说呀 土地是有限的 那么你把土地 卖完了以后 再怎么办呢 那总要有产业支撑吧 可是呢 现在我们知道 一个城市的产业呢 它相对比较固定 对吧 你比如说靠海 它有渔业 但是呢 它可能就没有铁矿 它就可能呢 没有稀有金属 那有些地方呢 是旅游业 是轻工业 它根本呢 就没有重工业 来吸引人们呢 来这里发展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够说 通过这个房地产税 来全面的铺开 房地产税和我们现在的土地税呢 是两个概念 现在呢 就收一次就完事了 因为这块地呢 就是70年的产权 出让掉了 但是呢 房地产税 是针对啊 我们这个购房的群体 那么也就是说呢 每一年可能会收税 那拥有多摊房的家庭 是不是每一年就得多交税 很多人说 那可以把房子进行出租 抬高租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 二手房都能出官方指导价 那么租房 会不会也会出官方指导价呢 所以到最后 大部分人的选择 就会选择把手中多余的房产 给抛售掉 其实呢 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 那么房价呢 就会慢慢的回归到理性 至少呢 以上我们看楼市 现在的一些变化 释放的 这三个有利的条件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是非常友好的 那对于呢 还没有买房子的人 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就是说 大家要放贫心态 不要呢 听你所谓的亲戚朋友 去诉说 这个房地产市场 有多么多么的不好 因为那并不关你什么事 我们还是那句话 你买房子 是要讲究定位的 也就是 你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 你自己有多少收入 你自己的家庭成员有多少 来决定你买多大的房子 在哪买 用什么方式买 我的还款能力 是否能承受 就可以了 不要呢 被别人左右了 你自己的思想 但是核心的一句话 就是说 你有需求就买 没有需求 就拿钱去做别的 或者存起来 比什么都好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除了住以外 那么剩下的就是 现金为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